从曼谷开车到华兴 你会开到这段帕朗桑 这叫做万年道路 永远都修不好 公共工程永远摆在那 而我们现在经过麦克隆 麦克隆是在曼谷跟华兴之间的一片盐田 很大的盐田 这个路上有非常多特色的咖啡厅 都跟盐巴有关系 而且来来来来 我终于要说一下泰国的一些缺点了 否则某些部分网友 总是没听到缺点 他会觉得不舒服 泰国在某些公共工程 真的是很容易摆烂 或者施工超级久 还有他们对公共安全的意识 有时候这方面是确实比较的随便 所以有不少泰国人不喜欢去华兴度假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车程会塞之外 而且某些路段蛮危险的 常常会有些公共的意外 所以他们就不爱去华兴度假 而选择去别的地方 而你们刚刚看到路上 有一些紫色的旗子跟黄色的旗子 代表这里华兴 就是泰国皇室很爱来度假的地方 而你们看到这个紫色的旗子呢 就是现任的泰皇他妹妹 他妹妹也长期住在华兴了 所以这个紫色的旗子就是代表妹妹在这边 而当看到越来越多这些旗子 就代表华兴要到了 因为皇室在这边有一大片的地 就是像他们的别馆一样 然后他们有一些皇家警察 或一些部队单位都住点在这里 所以越往南边开 也就是发廊越来越多了 然后接下来就会看到很多的度假饭店 跟所谓的休闲condo大厦 所以这里有很多的饭店跟出租的房子 你们很适合度假的人 可以来这边长期居住 那边悠哉悠哉的 而说到华兴呢 我给兄弟们最直接的建议 这里就是适合来度假 而且是放松度假 而且是时间是要拉长 在这边一切就是慢动作 可能就是在树下 在海边 在泳池边 放空啊 看海景啊 或看书啊 思考人生 华兴就是属于这样的度假地方 它不像帕塔亚那边那样热闹商业气息 而且很多的行程是赶啊赶啊赶啊 没有 华兴一切都是慢步调 所以非常适合慢活的人来这边长期度假 所以在华兴也有非常多的日租公寓或长期公寓 还有很多的房子啊 不管是house或condo都有在销售 像你们看 眼前这个Sanseria 就是泰国很有名的建商 而在华兴呢 很多新的condo 价格就差不多180万到300万泰铢之间了 更不要讲二手了 二手有很多的200万泰铢以内有找 所以在华兴的房子 特别值得 呃呃台湾同胞一看了 因为你会觉得 哇 这边的感受价差是非常的巨大 但是重点是这里的环境啊 跟人民的气息比台湾健康太多了 到了华兴市中心了 这个就是我爱华兴 呵呵 过了这个人行空桥呢 你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泰皇的别锁啊 这里面的腹地很大 这公园啊 湖泊啊 都整理的非常漂亮 而这就是泰国人民的泰皇 所以过了泰皇的别锁之后 就差不多是进到华兴的市区 而这个市区呢 其实也就是一条路 一路往南 那往南的左手边呢 就是海滩 而在这路边呢 跟巷弄里面就有很多的餐厅都咖啡厅 非常有特色 所以来华兴的人 你很适合到这些巷弄里面 去穿梭冒险一下 因为有非常多有特色的店家 然后在这个路上呢 你接下来看到的都是法朗 只有法朗 几乎看不到亚洲人 跟看不到华人 这个是个度假好现象 再往前开就是万豪酒店 这万豪酒店盖得很漂亮 设计也不错 海滩更是美丽啊 而且它的价位一个晚上才 四千泰族有找 所以非常的实惠 你来泰国玩 就是这样 万豪酒店很好了 那它的价位也就是四千泰族给我找 过了万豪 这边也还是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饭店 跟所谓的日书公寓 还有service apartment 选择太多了 所以有计划来华兴玩的朋友们 我建议你们不用太早计划 或者不用计划 你们就是来到当地之后 再决定你们要住哪里 因为这边的饭店选择太多 而且不会没房 这个Bankot Hospital 这是一间不错的医院 它里面的硬体设备 跟软硬铁很好 我决定先来那个 华云market village看一下 这也是个shopping mall 也是个历史悠久的mall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all如何 停车 反正在泰国 不管百货公司跟shopping mall 有一堆的停车厂 而且几乎都不收费的 停车免费 在泰国 真的这个人是他们地大的好处 所以他们到哪都有停车位 7-11也有停车位 卖场都有停车位 停车场都超级多 加上泰国人没有那么爱赚钱 所以你也很难遇到 会有什么收费停车场 这种东西 OK 这个就是market village 它这边有蛮美式的那种 购物中心的感觉 来看看这里会不会像 Pattaya的Terminal 21 或Central Pattaya百货一样 里面就是白天 都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 在那边吹冷气喝咖啡 华克鞋 这他们的中庭 中庭还有水池 在泰国其实他们购物中心 或百货公司就是这样 有非常多的公共空间 可以让你在那边休息 所以你来到泰国的百货 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放松 就是这样 你不是只有shopping或花钱 它可以让你有地方坐 你玩手机啊 想事情啊 或买的饮料 坐在这边都行 然后这边又有 摆了很多特卖啊 那些按摩椅啊 还有包包啊 衣服啊 哇 OK 我们再来走进来看一下 你看这就是他们 购物中心都有这种挑高的设计 但因为店家门市琳琅满目 所以这边很能刺激你的那种感官 或者你的购物欲望 那在泰国购物你们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实惠 所以购物起来 没有负担跟压力 哇 这边有捏气球纹 总之他们就是有很多小东西 小地方会让你有那种会心一笑 或幽默感 或者放松的感觉 而且他们就可以随时就来一摊 可能是吃的 可能是点心 可能是小夜市 或咖啡摊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为什么在这边刺激感会很强 你随时都可以很放松 哎呦 这有什么演唱 哦 5月4号 哎呦 Clear也会来耶 哇 你们看 这挑高的天花板 很舒服 所以我总说 泰国的百货 才算是真正的百货 为什么 你看他的百货公司还会卖车卖房 有银行 有诊所 还有健身房 所以对我们来说啊 什么叫百货公司 这个才叫真正的百货公司 因为你来这边什么都搞定 然后地下B1是美食广场 这地砖也挺漂亮的 OK 所以B1是什么 Market Town 他的平面图 也有Lotus超市 卖场不单是Lotus 就是Tops 或者Gourmet 就看什么集团 你看他这边的Shopping Mall 有室内室外 富一楼 这个翻译 富一楼 OK 这里有个Gaga 有Gaga的奶茶 还不错喝 我来买一杯好了 Gaga的饮料种类很多 所以你选择上会有点困难挣后群 但重点是 他们的特色就是红色的招牌 而他们的那个商品照片 都发的非常的有view 拍得很好 所以我来泰国的朋友 你们可以来试试看Gaga 他最近出了一个叫做Watermelon No Mallon 珍珠奶茶 就香花 珍珠 鲜奶茶 不可以 我点了一杯红茶 哇 他这个特卖 哇 你看他中庭的特卖 这些包包都100泰铢啊 这个150 刚那些公司包 女用包都100 全部100元 什么腰包啊 霹雳包 哇 还有这种女用的小包包 50块 哇 这是50泰铢 所以如果有女儿的 小女儿的朋友们 你就买这个给他当玩具就可以了 OK 咱们上二楼看看 就是很喜欢他们这种通透感 这跟台湾的百货那种封闭性不一样 而且台湾的百货的天花板压迫感也很大 所以在里面没办法逛很久 衬衫每件200 150 哇 所以在泰国我就建议你们不用带衣服来 你们来泰国就买T恤买衫穿就好了 如果真的在买太多东西 你在泰国买行李箱再拖映回去就好了 所以来泰国玩啊 carry on的行李啊 或backpack就可以了 我都不建议兄弟们拖映了 毕竟我们不是来一个下雪的国家嘛 二楼就有不少餐厅了 那个banchong啊 韩国料理啊 这个中式的小火锅 现在在泰国啊 这种中式的麻辣小火锅非常红 很多泰国人喜欢 又是很多按摩 我就说在泰国逛街不怕累 还有这black canyon coffee 这咖啡超级苦啊 喝了一口就让你high了 还有chester's 反正就是这样 很开放式很chill 这确实这里的发廊老先生 叔叔啊 阿姨特别多 然后你看他们都有自然的采光 所以在里面就是 这么讲 你就有一种阳光的好心情 我实在不爱 就是很多东西都把它密闭起来 华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那种卫光性 三楼这边呢 就是很多银行 这就是泰国的百货 他们都会把同类性质的放在一起 OK 这种三楼里面往外望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空共空间的设计感 就是这种vibe 会让人家觉得很好 我刚好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有一种卫光性 就是我们不太喜欢见到阳光 或晒到阳光 所以不管什么房子 屋子 百货啊 或公家机关 你看他们都要把阳光遮住 或者用玻璃帷幕 或者窗户很小 你很难看到落地窗 所以你就少了那种 与大自然接轨的气息 所以大家的心情呢 越来越郁闷了 越来越愈阻 愈阻到生病 就会开始要互相整人 studio 7 苹果授权店 所以三楼除了银行之外呢 就所谓的电器啊 所有家电3C啊 手机电脑设备 这边就会应有尽有 所以在泰国的百货公司 你也可以买到所有的电脑设备 DIY设备 所以这才叫真正的百货公司吗 啊 这里还有个AIS的专柜啊 很多手机配件店 Samsung啊 Vivo啊 我再次提醒兄弟们 来泰国办门号 就是办AIS 这个JMR也是 就像台湾的什么 原价屋啊 电脑店之类的 还有ITC ITC里面有时候 也可以捡到一些 不错的好货啊 价钱 然后这边很多 小摊饭 小摊位 ASIA POOG ASIA POOG 专门是卖外国书籍的 所以很多老外货日本人 会来这边买一些他们 当地 文的 文字的书啊 就是喜欢他们这种 通透感 所以我觉得这跟 设计文化有关系 然后前面那边呢 是儿童的游戏区 哇你看左边这边还有健身房 这个健身房 JET 是24小时 他在泰国 是泰国很大的连锁健身房 所以你们看 来百货公司 什么事都可以做 你把小孩扔在这 然后你去健身房 然后健身房完 你还可以去银行办事情 而且泰国的银行是开到晚上8点 你看 这是不是非常的人性化 我不懂 为什么台湾的银行 永远只能到3点半 正常的一般上班族 有办法跑3点半 莫名其妙 这边的Big Camera 来试掉一下 我从来没来过这边的Big Camera 看一下看一下 看他们的货还有多少 诶 好啦 光了 差不多了 该准备回去 准备明天的任务跟工作 不过你们知道吗 我们饭店都还没有决定好 我们都是走到哪 再看到哪 再定到哪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Google map上 找一间饭店 我可能就找这个Market Village 附近的饭店 总之这个卖场 我挺喜欢的 所以老先生们 白天来那边吹冷气 下午去看海 傍晚去看夕阳 这是非常惬意的人生 这就是华欣给人的感觉 非常的慢步调 所以对老先生 老太太们的身心跟健康 都非常的好 所以 Ok 停车场外有个Room for it 好 这就是咱们今晚要住的地方 华欣的晚霞 真美 Ok 金钱